那我们当然应该还是要做一个按钮 我们先把这些内容先全部都移除它连结 做一个按钮 做在这边 所以怎么做这个按钮呢 开发人员 然后插入 插入这里面 第一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 我要选择哪一个聚集来执行 收集资料3 确定 把它改成叫做什么 收集资料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收集资料 抽头2 所有内容都先删掉 将这些内容全部选到 然后删除 有没有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去执行看看 点一下 做完了 收集资料 所以这我想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蛮实用的一个 把很多张工作表合并变成一张工作表的一个做法 那请自己来练习一下制作按钮 制作收集资料的按钮 这一切都可以做到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做法 然后再次用来